上階段聽到建成講到聯發科 台積電 聯電 我總覺得台灣廠商實在好厲害 就像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美中貿易戰 我們台灣廠商沒在怕的 紛紛從中國大陸撤出之後 轉移回台設廠 甚至南向 而且南向的選擇那麼多的國家 他們挑越南最多 不是只有我們台商這麼做 國際大廠如果要轉移陣地 離開中國大陸多數也到越南 我也是讀了資料才知道 越南GDP的貢獻有一大比例 來自於外面的資金 到那去進行實質投資 So 你想問 那麼越南的未來這個無限好 將會帶來未來的黃金10年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請問我要投資什麼的商品呢 越南的期待性呢 還有越南的市場 能到一點風險都沒有嗎 這些的問題如果您想知道答案的話 那麼您要報名喔 我是為了您再爭取多點的名額 快要額滿了 請往左下方看 時間就是8月6號禮拜四 口口大哥8月6號那天我不能陪你了喔 不好意思喔 我去找你了 8月6號禮拜四的晚上 7點到9點喔 浮華國際文教會館 但是呢 這次由中信統信跟非凡新聞台 共同主辦的一個重要的展望未來 越南黃金10年的大的演講活動 免費報名 但是您總要報才能夠進場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報名是不能進場 現場要戴口罩 提醒您沒報名 一個都不會開放進場的 所以麻煩導播幫我拍近一點點喔 QR Code有看到嗎 手機趕快把它開來 掃一下QR Code 這樣子時間夠長嗎 好好你應該掃完了喔 或者掃完QR Code之外呢 這邊還有兩個網址喔 這個都是非凡臉書的專業 或電視台的官網 進去之後報名就OK了 總之歡迎您 我們掌握未來的商機 靠自己努力學習 Jeff包括了支援 前線的專家 包括了中信投信的葉松炫專家 一塊分享專業 我幫您主持 也會負責第一棒的演講 總之歡迎您囉 因為來看一下 越南真的期待高得不得了嗎 但我倒希望 台股的期待是高得不得了喔 因為今天好多的訊號變了耶 而且是變好的 回國大哥要講大盤之前 我先問一下漢偉囉 期貨 期貨昨天臨終還提醒 禮拜一的玉堂 然後還有玉堂等等啦 臨終也說 至少你期貨多 總口數啦 總金額 這些還是這樣子沒錯 但終於看到單日變化 多方口數增加了 第三號小台 小台散戶只要做工口數 一增加行情 就有機會往上 今天收盤創歷史新高 所以是不是 行情值得期待呢 這次呢 三號可是有壞的訊號 糟糕了 第一壞喔 借券 你看借券的金額 怎麼又不要高啦 所以在場內 在國內境內的外資 不盡然大家都是做多的喔 還有借出來的股票 你敢把它賣出去喔 53億 68億以上喔 這個打XX 第一不好 第二壞的呢 是PocoRigio值 大板今天收盤創新高 他竟然躺平的 沒怎麼漲喔 所以您覺得完全都樂觀嗎 三號兩壞 漢偉你怎麼看 對那還有另外壞 就是外資現貨 已經連續兩天 站在賣方了 所以目前我覺得 外資的操作 其實就結構上來說 我們先說結構問題 不管從期貨選擇權 還有這個小台散戶多風比 整個結構都還是 偏向多方的一個格局 但外資的操作是怎樣 他逢高就站在調節的一個賣方 所以只是我覺得 容易進行震盪的一個情況 所以只是說 因為結構還是維持多方的狀況 所以目前整個大盤 並沒有立即轉落的一個風險 但要留意到 只要指數那種突然間漲很多 外資我覺得他的心態 就會有一些轉變的 一個疑慮存在 所以目前就整個 大盤的架構上來看 我覺得還是要留意到 如果外資現貨沒有買回來 借券的賣出的金額 一直沒有辦法有效的降低 我覺得整個盤是可能 要出現連續性的噴出 難度是非常大的 換句話說 我幫漢偉結論一下 台股今天受盤 在創的歷史新高 但你以為這個新高 是外資幫你拱上去的嗎 錯 剛剛半況已經看到了 外資今天是在賣的 漢偉第一個重點 外資雖然沒有很空 但是他並不會幫你抬轎 創新高 他會逢高賣 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為什麼逢高賣 因為他會怕追高的疑慮 所以從借券等等 選擇權這些 還是有一些的避險的影子在裡面 只是因為多方格局沒有轉壞 現在依舊是多方格局的架構 就端看 外資種種的訊號 會不會逐一的接二連三翻多 如果可以都翻多的話 對大盤才是一個更大的加分 以上結論就是剛剛從奇幅角度 幫您歸納的 謝謝漢偉了 接下來魁國大哥來請上來 大盤的日K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日後的外資推攪 那我們不就往上了嗎 所以我來說大盤今天有健康的感覺 三大健康 臉色紅潤的證據 郭大哥 開始囉 好 這個昨天臨終教大家 掌掌掌掌 最好掌到黑K的二分之一 健康的一訊號 健康的二訊號 終於上漲加速 大過下跌加速的倘若指標 勾腳兩天了 第三個健康的訊號 來看台積電 第三健康訊號喔 台積電人家說 你總不能一人球隊吧 一個人在打球 其他都在跌 不行 可是今天是百人球隊 千人球隊 台積電漲12塊喔 貢獻大盤120點 換句話說181-120 今天有61點 是台積電以外的股票 拱上來的喔 也就是台積電漲 他股票也都在漲 回到K 可可大哥 是 三大健康訊號 您覺得認同嗎 但第二個 三大健康訊號 認不認同之外呢 之前你教過大家嘛 這個爆大量 2700億以上要小心 這個是3400耶 高檔不要出現長黑 全部都有了 那我到底是怕還是不怕呢 我講過很清楚喔 在10月15號之前 你不用太怕 但是越靠近10月15號 你真的要怕 因為趨勢一定會反轉 導播你看一下最近的大量是這一天 這天是多少 游標跑一下 跑一下看是多少 這天我寫2684億 從來沒有大過2700嘛 沒有沒有 這天量是多少 好這天我一輩子記得 3489億喔 是不是我講很清楚 超過2700以上 就會出現危險訊號 有沒有 有啊 是不是超過了 好 而且是高檔長黑 對 而且是高檔長黑 如果各位喔 在這一天喔 它是幾月幾號 這一天是來 今天432嘛 禮拜二 28號 28號如果你有早上 有聽我連線的人 我記得我講得很清楚 我說今天台北股市 就是危險訊號 你要站在賣方 為什麼 因為在9點12分 16秒開始的時候 開始16秒 真的真的 你去查 9點12分16秒 為什麼 台積電的單子是499 499 499這樣賣出的 因為它 對 它是在漲停的時候 在9點12分16秒 你去查 它是499 499 499這樣賣的 沒錯 來這個不要輕喔 在28號的那一天 台積電喔 開盤沒多久 是漲停版的 接下來漲停版打開喔 所以9點12分16秒 就是台積電打開 漲停版的那個moment 是這樣敲出來的 對 那天我還特別提醒投資人 你去想499是不是一筆的最大單 對 你覺得誰能丟出這個單子 我跟你講喔 我們那天 因為是禮拜 那天是禮拜二嘛 禮拜二我印象中 我好像問那個誰 反正我就問了專家 那時候專家給我答案 我們查了外資喔 外資台積電的買跟賣 結果他那天只有賣一千多張 結果我就說 好好我們查到 今天賣台積電的兇手了 他給我答案是國安基金喔 對 其實不是國安基金 就是行政院開發基金 你講的是完全正確 對喔 沒有人有這個張數能這樣丟的 所以我們禮拜二就講中了耶 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那天兩個條件符合 第一個你看喔 大過2700億以上量 然後呢 9點12分出現499 499就這樣丟 我就知道那天會掛掉了 所以政府護盤基金 也就是您說 金管會當你提醒要 居高思維的時候 原來在這個禮拜二 就已經開始出貨了 完全正確 來 我們請導播清掉 看這張圖我們都不要去動它 好 現在麻煩你看一張2312 你看一張這種很老牌 歷史的股票 2312 對我們看一下 瑞涵你覺得這個股票 我們看左邊4月好了 你看4月 這邊放4月放這個地方好了 換這個地方就放這個地方 你看這股票 從前跌下來 13塊跌到 已經跌了29.2%了 2312是金寶 是老公司 你有沒有覺得 這跟大盤是完全脫節的 對啊 大盤是歷史新高 我跟你講很多這種股票 真的喔 事實上你如果去看生技股 那種什麼天人合一有沒有 天國一揮有沒有 那個我告訴你 全部都是這種 所以那是跌升反彈 OK OK 那回到我們大盤 我就要講一個重點了 好 其實現在是個股的表現 我下面放一下騰駱指標 現在這個股表現 可是大概一定會給答案 這個因為大家已經懂了嘛 所以這個還是要擔心 沒錯吧 對 國安基金已經在出貨囉 這是第一個結論 對 那我要問騰駱指標 總有意義吧 騰駱指標是這樣的 只要你大盤沒有過高之前 因為連續在禮拜一禮拜二 大盤的 這個禮拜一大盤漲了284點 可是整體的跌幅是74%下跌 股票是74% 788%下跌 台積電漲而已 其他都跌 漲了282點 我跟各位講台積電那天 貢獻指數362點 聯發哥貢獻30點 然後聯電貢獻8點 你把這個去減掉 這個284 你把這減掉是跌116點 台股是大跌的 對 然後到禮拜二 台北股市最高的時候 這一天最高漲443點 這兩天總共漲了727點 可是這一天跌幅是73% 創新高有73%股票都跌 下跌的加速 對 下跌加速 你知道為什麼要幫您追腾落指標 在禮拜三之前 腾落指標都在往下墜 台股創新高 腾落指標是往下墜的 直到禮拜三 禮拜四 這兩天腾落指標才勾腳 葵國大哥的表格第一章 腾落指標的意義 好 他就告訴你 當腾落指標 連續兩天翻證的時候 這個地方僅屬於反彈的意義 為什麼屬於反彈意義 因為高檔爆大量的長黑K 只要三天之內不過高 都還是屬於反彈的格局 那你覺得明天會過13 1300031點嗎 你覺得會嗎 不知道 我認為一定不會 因為那個趨勢跟結構不會 你待會去看KD跟MAC 他告訴你絕對不會 台積電長黑K的反彈並不健康 為什麼 因為太大了 那個長黑K太大了 所以長黑K太大就代表短線高點 它已經出現了 因為9點12分 我剛才講過那邊都是499 499 沒有多少人有這個力量 可以把它在三天之內去過高 你看看台積電K線 2330先插播 可不可能三天之內過高 台積電233 就這一根 你覺得可不可能三天內過高 不太可能 而且我問你 剛剛我們畫大盤 是連兩紅 台積電是連兩黑 第一個敗比 第二個敗比 它大盤的連兩紅 已經到了黑K的2分之一左右 第二敗比它積電並沒有 所以它已經有一點點強中透弱 完全是正確 而且強中透弱有兩個事實 第一個 當你怎麼樣 在這邊所謂巨量長黑的時候 你反彈上的時候 應該是價漲量增 你居然是價跌量增 這就叫背離 所以明後天談不上這個位置 那我們講說指數不管是過高 或是破低三天之內 是所謂真突破或假跌破 那事實上明天沒辦法過高 所以這個地方 騰落指標台積電不好 騰落指標要告訴你 警署反彈 好 所以每張字卡都好重要 騰落指標的翻證 警署反彈 台積電對大盤來說 它現在其實還不是那麼健康 第三點 對 那你有台積電 要把握這波的高點 我相信那時候很多人瘋狂去追 如果反彈高點有解套 先跑一次 那高檔爆量收黑K 短線的高點浮線訊號 就是短線的高點已經出來了 第三點生意 我不敢說中線空方點在這 我也不敢說長線在這 因為10月15號以前 不會給你這種機會 可是靠近10月15號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那盤氏開始進入修正 注意緊盯三日內能否過高 如果這根大黑K棒 三天之內越不了高 它就只是跌深的反彈 還會再拉回修正 所以回到日K 再讓葛國大哥把集中結論一下 130 31三天 現在已經一天兩天了 如果明天不是一個長紅過這個 那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等於說先看反彈 再看拉回的修正 OK OK 好 我們不好意思 因為要講集中 是不是就先進葛國大哥的圖 好不好 第二圖 我們先把集中都把它收完 為什麼告訴你說這個地方 你要開始就是說 有那種心理準備說 有技術面的自然性的修正 你要去接受 我們剛一開始給大家看 2312就告訴你 不是指數創新高 每個股票過高 很多都提前拉回 那這個地方 7月21號 國安基金表示居高思維 為什麼要居高思維 你看 我把這做精確的統計 這是台北股市1990年 到底是民國幾年 好像距離我們滿遙遠的 89年 對 那時候還是小孩子 在89年的時候 79年 民國79年 79年的時候你看 79年到現在應該已經有40年了 對不對 你看台北股市 乖離最大的時候在什麼地方 我把精準算給你看 正乖離 離均縣遠的正乖離 正乖離最大的時候 往往修正都是很大的 副乖離最大的時候 通常都是那種歷史的低點 那你看到1997年的8月30號 指數最高10256 10年現在5897 這個所謂乖離是4359 200年然後2月份的時候 指數最高在10393 它10年現在6113 10年線就這一條 對對對 就是當時的最高點 跟這個地方的一個所謂乖離 跟他報告這10年線怎麼設定 就每根棒子是一個月的月K 然後抓12個月就是10年線 然後這邊是歷史的最高紀錄 這是歷史的次高紀錄 120個月了 對 然後到了2007年10月份的時候 最高是9859 然後呢 10年線 10年線6558 3301 這是歷史的第三高 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這一次 他已經跨入進入到歷史的第三高以內 就等於說往第二高 我懂了 已經正式跨入裡面 他13031最高 10年線9244 是3785 是不是已經大於這個數字了 對 其實他就是一個告訴你 你要開始有認同 要開始接受 強迫自己知道說 槍來的歷梨的修正 那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提醒您 感謝孝悠大哥算得真好 一次這麼多的正歷梨 第二次這麼大 第三次 歷史 提醒您 已經跨越了 1 2 3 4 所以正歷梨太大會修正 對 那是自然性的修正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第一張表格 就告訴大家 上次這個地方 警署反彈 因為還沒有改變 除非過高 那明天會不會過高 我認為機會是不大的 第二個 央行奮力的主升 但是美國施壓說 匯率觀察國 無法大幅主升 因為你一直控制匯率 人家會把你列為 那注意的目標 注意台幣走勢 如果持續升值 如果失控的話 會有泡沫風險 因為你台幣一直升值 將來會不會有 電子業的匯損 會啊 所以台幣來一下了 照您這麼研判 台幣如果生生不息 你知道這每一天 以前我在主持前 現在因為十多年了 以前當天升了一腳 算很大了 現在小case 現在每天都升兩腳以上 好可怕 而且主升的動作 央行是越來越辛苦 買美元買到手軟了 所以如果繼續 時間拉很長 如果繼續往下升 升破了29塊重要大關 對大盤 雖然有資金活水 可是對電子的業績 危機就是一大殺傷力 對 因為到時候會損 你去想想看 去年台積電在訂的 那個匯率 都是比現在還是高的 對對對 所以這有危機 連台積電賺那麼多 也會有會損壓力 再來我們再看 在這個地方 台幣的部分已經講完了 我們再講貴買的部分 好 要講貴買之前 我先秀一下 魁國大哥 還有第三張的圖 我們要看一下圖的內容 今天才知道 原來那根的長黑棒 帶大量 還是有壓力的 國安基金七次互盤概況 這七次七次吧 對 第七次 台股的走勢 對 現在第七次 對 第七次 2020年的現在 是 非常好 請回座 不是因為我急著想要看底牌 你知道嗎 那台股的下一步呢 開始跟我講說 常黑帶大量 三天內要反攻 批扁已經走兩天了 那倘若指標勾腳 也沒啥用囉 明天13031 過的機率又不高 那怎麼辦 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讓魁國大哥繼續說 這一張 包括貴買 把它結餘掉 然後再進入到 我給它的重點 因為他說 現在行情 你不用再過度期待了 要快速過13031 短時間不太可能 但是股票 有人很慘 慘 有的時候業績很好 它就會被挫殺 所以現在國際上 應該說國內的熱錢 在追捧 此刻第三季 你自己會旺的業績股 可是呢 到底有哪一些 我要挑選 要抓哪些的方向呢 葵國大哥聲明白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